大家好 我就是因為國民黨不團結 差4000多票就會被罷免的 Friendy林常佐 那大家今天為什麼我不叫呢 因為我今天心情好 如果我真的被罷免的話 我就會叫出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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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上次有網友說我叫得太大聲 它太吵 我就抒發一下我的心情就好 其實這一次罷免 我第一次投完票之後我就回家 去陪我的小孩子 因為這次選舉中間罷免中間 我怕這個 選舉的過程會有不良的影響對小孩教育不良的影響 所以我第一個時間就回家去陪小孩 但是這次的選戰中間罷免戰中間 我雖然沒有像林靜宜醫師全面的勝利 但是我們也很開心因為我們所有的小夥伴們 大家都很開心 因為我沒有被罷免掉我可以繼續留在立法院 繼續服務中正萬華區的選民 繼續做選民服務 吳佩義他也 放下心了不用再參加補選 好這個心情完全寫在臉上 那今天因為防疫的 關係我們大家都戴上口罩 要不然我嘴唇是塗黑黑的 可以更能夠看到我Friendly 在舞台上面的表現 好趕快來介紹我們的特別來賓 第一位 就是我們民進黨有號稱諸葛孔明之稱的台北市議員 梁文傑 大家好 大家好 文傑兄其實在背後也是默默的贊助我 其實他雖然沒有陪我掃接 但是我真的很感謝他們 那第二位 是我們 國民黨青年部的副主任 要參加這個松山信義區選 市議員的 張委員 嗨菲莉好大家好 菲莉你怎麼變瘦了 變瘦了 對啊 總會這樣子 其實在 被罷免這兩個月我 其實是吃不下飯的 我是很擔心 到底會不會被罷免 那當然 現在心情是舒緩很多 謝謝你謝謝你 好接下來介紹是我們 克萊爾無法黨的秘書長也是最帥的 雅虎政論評論員 黃偉害 對 我這個 開場我要先跟大家講 記不記得 偉害有在聽 網友有沒有在看 我說只要罷免沒有通過以後 那個穿西裝 大家好 我是林昌佐 那個人他就會恢復成 啊 有沒有 你看 罷免一不過馬上就秋條 你看又回來 有沒有 本來都是 所以呢 這個事情是這樣的 台北市罷不掉林昌佐 林昌佐呢 就會變得更大條 吳子佳說林昌佐以後就選不上了 很難說 等一下再跟大家慢慢談 我是偉翰 克萊無法黨秘書長 大家好 好 這個偉翰我們 待會也要好好的問他 聽說啊 這個 罷免案 一結束投票之後呢 開票之後呢 聽說他有怒怒 拍桌 在找尋這個朱綠倫主席 偉翰 你 我現在就問你 你到底是在我們 這個雅虎的節目中間拍桌 還是在國民大會 還是你上個節目通通在拍桌 鄉民來衝康啦 鄉民來衝康 那個輝文哥是當事人 因為 本來這輝文哥一直在 講朱綠倫怎麼樣 我還點點 一看到那個簡訊 你當場走起來 輝文哥就想說 為什麼要這樣 就拍桌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 其實偉翰要跟大家說清楚 因為 偉翰常常在這個鄉民大會 說他 不是參加國民黨的 他也不會為黨派來負責任 可是他是一個專業的評論員 但是為什麼他找不到朱綠倫 他要 動怒拍桌呢 待會好好來問他 好接下來介紹是我們輝文君的領袖 陳輝文 Freddy你好 這個觀眾朋友不要太難過 現在 再過兩年 也就是2024的1月 又要進行 總統跟立委的改選 所以呢 Freddy這可能是你當立委的最後兩年了 你要好好的珍惜 這一次同意罷免你的 是比不同意的多了1萬票 你不要高興太早 好不好 你以為你問啊 你不說該問 因為這個中正萬華 沒有大家想的那麼綠 只要國民黨推出適合的人選 譬如說 羅志強 或者黃偉翰這一種的 Freddy你就GG了 好不好 Freddy你珍惜最後兩年啦 繼續唱歌 繼續耍寶 你想再連任 沒有你想的那麼簡單 好 謝謝謝謝輝文兄給我的提醒 其實我真的 沒有太開心 因為我覺得罷免 沒有過 也表示人民投票的這個意願 我會繼續留在中正萬華區 繼續好好的打拚 因為兩年也是兩年 其實也有人說啦 這次就算 我被罷免掉 我下次還是選得上 因為 你們派出了 是鍾小平 我怕什麼 好 這個就是 鄉野之間談 我們不曉得兩年之後是怎麼樣 但是我繼續努力 我繼續問政為選民服務 這是最重要 好接下來介紹 我剛剛點名的沒有鍾小平好嗎 我講的是羅志強跟黃偉翰好嗎 請你面對這兩個好嗎 羅志強跟黃偉翰 黃偉翰聽說他是不為黨派服務的 他是專業的評論員 他應該也不會參加黨派 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兩天我一直講這個話 被很多網友糾正 他說你明明就克萊爾無法黨了 什麼沒有黨 不好意思克萊爾無法黨 但是克萊爾無法黨 沒有要參選 既然講到沒有要參選的克萊爾無法黨 我們就要 來介紹黨主席 是我們鄉民女神克萊 大家好我是Claire 今天變好冷喔 大家記得多穿一點喔 好謝謝你看看有這個鄉民女神的提醒大家就要 聽她的話 那當然今天 第一則這個王靈廷 小姐就說午安 郭子乾真的很用心 模仿的很讚 加油 好我會告訴我的朋友 郭子乾的 謝謝你 好今天我們要談論什麼呢 就是 這個中二選區的補選 還有林昌佐的罷免案 結果已經揭曉了 但是 選完了當天 大家都在找國民黨主席 朱立倫 結果他昨天晚上 現身了 我們來看這段影片 韓民眾熱情 打招呼 中二補選 和立委林昌佐罷免案 雙輸後 愛批神隱的國民黨主席 朱立倫現身了 到台南參加 宗教活動 任何的失敗 或責難 我們一肩扛起 但是我們 對於民主的制衡的道路 我們 絕不終止 繼續努力 另一位不選 跟罷免的投票 結果出爐 國民黨中央開記者會 但現身的卻是 文傳會主委林涛 不見黨主席朱立倫 出面給個說法 所以昨天我也 都在打電話給 包括候選人 跟候選人的 一些包括 袁寬恒 袁清彪董事長 還有一些重要的 公職人員 謝謝大家辛苦的努力 那我們對於我們 表現不好的地方 表示抱歉 好 這是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他的 發言 那我們要問一下文傑兄 這次民進黨可以說是大獲全勝 而且你的臉書上面也是刷一片爽 那你昨天在臉書上面有說到藍營下一步呢 下一步可能再度利用這個罷免來扳回這個顏面製造這個動亂 那呼籲民進黨呢要趕快修罷免法 罷免票要高於當選票 才能夠罷免成功 那你要不要說說看你 為什麼有這樣的 小說法 本來就是啊你看 顏寬恆他不管怎麼樣我們打得這麼用力的 他還有8萬票 他有8萬票他 大可以再弄一次 大可以再弄一次弄林靜宜 那 你說 Freddy你這一區 他從青年公 萬華南萬華青年公園那邊 一帶一片 一直到中正區 全部都是眷村 那個 這個國宅 那 都不是我的票 都不是你的票 都不會投給我 但是他雖然沒有到25% 但是也很接近 所以實際上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種制度繼續下去 那 基本上 每一個立委 每一個民意代表 大家都不敢講話 就是 只要有人看你不爽 就可以用25%的票來罷免你 就是說不管是搞不好同志也會搞你 你是50%選上的 你是超過50%選上的 但是只要你那一區 失敗的那個 那個 他動員25%的人就可以把你罷免掉 陳柏惟就是這樣嘛 他是11萬多票選上的 結果被7萬多票 7萬8千票 罷免 那有道理嗎 完全沒道理 但是我必須講 Freddy當初是 你 提案 你在 你在時代力量 你提案 我提案 而且你的提案是 我根本沒有門檻 對我就說 同意票 只要大過於 不同意票 我就被罷免 對 那如果 如果當初 照Freddy的標準 你現在就應該被罷免啦 所以如果當初 Freddy你自己下台好了 回問 但是提供 我的那個版本沒有通過 你4千多萬買房子叫 但我沒有房子 我比 Freddy其實是 你不再問我要去中正區 你不要罵我 你評論就好了 Freddy其實你是被民進黨救的 因為 你們那個時候的提案 是不是被民進黨說擋下來說 我至少要有25%的門檻 但是現在看起來這個25%的門檻 你從 你從這次幾次 連續幾次的罷免之後 你看 可以看得到25%並不是 並不是辦不到的 至少陳博威就辦到 你也差點被罷掉 所以我認為這個東西一定要改 可是 可是文傑兄 我想請問 如果說照你的版本 罷免票要高於 投票 當選票 這個有點很難 你當選票譬如說 我當選 譬如說是8萬多票 那你罷免票 高過於8萬多票 有可能反對的票 出來投 誰告訴你罷免應該要簡單 本來就應該要難 民主政治就這樣 你選上了 選舉的結果要有一個穩定性 你選上 4年之後 如果看你不爽 再來罷 投給別人 就這麼簡單 但是如果你真的動到天怒人怨 像韓國瑜這樣 就是罷免票 就是多於你當初的 當選票 韓國瑜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 韓國瑜被罷的時候 沒有人說 這個 不公平 因為 就是你當選的票數 比不上人家罷免你的票數 所以那個 大家都沒話說 但是為什麼 陳柏惟這一次 被罷免之後 很多人很不爽 7萬多票 你罷免 弄掉 反對掉那個原來的11萬多票 所以為什麼 林靜宜這次會大勝 這個也是原因 所以 這個制度非改不可 非改不可 否則 永無寧欲 是 這個非改不可的同時 韓國瑜那邊 有點要 對 我對傑哥這個評價是 民進黨的 諸葛臥 對不對 是這個諸葛君 是最聰明的人 那我很驚訝 傑哥就會講出 就是 一般人會說的 那是要改了 兩個事情我反對 第一個 這叫卓氏金飛 當初民進黨的時代力量都 同意改成現在這個版本 現在說這個版本不要了 當之前是說 門檻不要 知錯叫改啊 好那我們就來討論 這是不是錯嘛 之前叫做門檻不要 對不對 簡單多數決 只要 贊成罷免的 多於反對的 你就倒 兩個人說我同意罷免 林昌左 一個說不同意 倒了 但是對不起 兩個人說同意 三個不同意 我還是保下來了 看你有沒有 講難聽一點 萬華就是 萬華 萬華我們就來討賭啦 討賞人這麼多 我只要多你一票我就贏嘛 這以前叫門檻不要 現在變成輪歌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這個東西危險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剛剛傑哥講的那個東西 我剛好給跟大家做印證 從黃國昌 韓國瑜 王浩宇 黃傑 陳柏惟 一路這樣下來 有的過有的沒過 對不對 林昌左這次沒有過 剛剛大家已經講了 按照林昌左自己的標準 比如說 我要求自己都不要喝酒開車 哪一天我喝酒開車的 從此就 變成垃圾變成人渣 因為你一直說你不要的嘛 林昌左的要求是 簡單多數 那觀眾朋友 林昌左這次被罷免的票數是 五萬四千票 反對罷免是四萬三 贊成比反對多一萬三千票 按照林昌左標準不要多一萬三 多一票他就應該下來了 所以林昌左可以自己請辭立委啊 那當然他不會 所以林昌左我就不討論 我先跟大家講 不一定不會請辭喔 被你這樣講我搞不好良心發言 害我接不下去 會嗎 會的話我請坤哥一片雞排 來第二個我要給大家看圖了喔 剛捷哥講的 陳柏惟被罷免嘛對不對 韓國也被罷免對不對 可是黃捷跟林昌左都沒有啊 你說這樣太危險 你跟著你唱黑的張宋爺的歌 這樣太危險對不對 巴太冤哪裡有 你看黃捷 黃捷的反對罷免票是 六萬多票啊 比贊成還多啊 你有本事就把人摳出來啊 這就是例子啊 黃捷才拿一萬六千票就當選了 一萬六千票當選議員 不同意他罷免有六萬多 多了大概四五倍 然後呢 同意贊成罷免的人 比不同意的還少 那就可以擋下來了嘛 所以簡單講啦 經過這幾次以後 不要講說什麼修 這個選罷法再把門檻給 提高三分之一什麼的 當初在禮拜訪討論過了 親民黨就是覺得要33% 所謂的三分之一門檻 民進黨跟史戴亮認為是 就是 25%的門檻 那史戴亮一開始還說 連門檻都不要 所以現在不要說因為提了好幾次以後 我之前在去年韓國瑜被罷免完後 我在我們鄉民大會講說 罷韓之後風火連天 還被很多人嘲諷 哈 偉漢你想多了 結果呢 結果一次一次以後他講說不要啦 我們剛才秀一下 其實我是覺得啦 傑哥 經過這一次以後 我們要跟傑哥爭執 是說我們提出不同看法 因為有的會過 有的不會過 如果你仇恨此 像陳柏惟 我也敢講 像韓國瑜 對不對 韓國瑜在高雄仇恨值很高 高雄人後來討厭他嘛 那你就得離開 但如果你像林昌左 像黃傑 他們兩個的投票率大概就41%而已 表示很多人 我不想投票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仇恨值不高 所以投不出那些票 林昌左跟黃傑的差別在於 黃傑的不同意票甚至多於同意票 那林昌左是同意票高於不同意 雖然佔成半分比較多 可是沒有過那5萬8的門檻 只差4千喔 他還是留下來 所以簡單講就是要提出罷免 不難 但是真要把他罷掉也沒那麼容易 所以現在這個制度我覺得就留著 真的哪一個人太囂張的時候 就有人可以把他提出來 不要把門檻再提高了 韋漢講的 韋漢講的講到重點 說你看哪一個人太囂張 對 老實講 每一個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的風格 自己的問證方式 林昌左在立法院關心的 西藏人權啊什麼什麼 這些東西 因為你看他 看他不爽然後你就要罷免他 然後就讓他等於是讓他閉嘴 讓他對於這個民主人權這些東西都不敢講話 我想 我自己看 我自己看Freddy你可能半年沒有 沒有出來 因為那次 對很多事情發生了嘛 因為那次五月七月份的時候 對那個環南市場 就被人家嗆回來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 我們不容許 政治人物 表達他的意見 不容許他真正表達他自己的主張 因為你看他的主張不爽 你就要用罷免來恫嚇他 好那 那很多政治人物我看大概就是 閉嘴了 這個比中共還恐怖 我知道文傑兄的意思 就是說我注重的可能是人權這一塊 可能我在萬華區可能沒有在地 接地氣 然後被人家 像說我這個環南市場好像去作秀 我還沒 指揮文的時候這裡有一個網友留言 這個斗內 1690 這個要鼓勵一下1690 他說 投票率沒超過七成讓少數人決定多數人的生活 這叫做票多者勝 不是多數決定 應該要重新投一次 投到七成以上 支持電子投票 輝文均粉來報導 輝文那你補充一下 是是謝謝 Freddy 這個剛剛韋翰把黃傑的票數調出來 所以表示這次Freddy 是選得非常差 你的土地黃傑是不同意大於同意1萬 你是剛好顛倒 所以Freddy 第一個 我比較同意文傑兄的看法 所以第一個就是 Freddy 林昌佐 你要出來道歉 你當時的那個莫名其妙的憲法 你要出來道歉 第二個 羅志強要道歉 羅志強那時候本來還要罷免吳思瑤 現在大家都準備要過年了 Freddy罷免失敗沒有出來 下一個應該是吳思瑤 為什麼大家都點點呢 所以剛剛韋翰講那個血流成河 風火連天的那個 後來國民黨的這種報復式的罷免 國民黨也沒出來交代 所以我覺得這個 Freddy跟羅志強都應該出來面對 第三個 我回應 剛剛這個文傑兄 韓國瑜 對 韓國瑜是89萬票當選 94萬票被罷免 差了5萬票這個是真的 那我不太了解說韓國瑜到底得罪了高雄什麼 有所謂的仇恨子 這個我是看不懂 但是韓國瑜是被抹黑跟修理的非常的厲害 這個我同意 所以我為什麼希望 韓市長不要去做公益 而是你應該重新回到政壇 用你實際的成績 讓文傑兄這一種的 你看韓國瑜初心初 梁文傑寫什麼 韓國瑜你一定要加油 你就加油給他看啊 你就 我承認那是個羞辱嘛 就是你89萬票當選 94萬票 因為他是 韓國瑜是蓋牌嘛 他是呼籲他的支持者都不要去投票嘛 他當時選擇這樣子就票 開出來 比他的當選票算還要高 高了5萬票這個是事實 我們不能否認 所以我希望韓國瑜的是 你做公益你是沒有辦法血齒的 這樣韓市長了解嗎 我做很多公益 我賣很多書我就血齒了 不是這樣 而是你要回到政壇 用你實際的成績 然後做給梁文傑他們看 然後 包括梁文傑 包括王浩宇 包括四叉貓 他們通通都閉嘴了 這樣子才是我期待的 這樣好不好 韓市長你要加油 謝謝 我也幫他加油 我也幫他加油 那這邊又有人 這個 Grekey 抖內 抖內美金500塊 他說只差4000票 同一票又大於不同一票 雖然這次罷免沒成功 兩年後 Frendy肯定沒細唱 耶 我可以回到我舞台 就像柯文哲說的 他如果不去選總統 他就回到台大體系 這個 來我補充一下 因為講到這個 因為這兩天大家在談這個話題 今天Frendy不應該是重點 但我們把Frendy談通通 Frendy不是重點 對 盡量不要討論 Frendy只是主持人 但他不是很重點 OK 因為已經沒有罷免 因為大家都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現在很多人評論是 引用黃國昌模式 就當黃國昌 他被罷免 也是心智 第一個面對這個心智 是黃國昌 但當時 他的那個罷免票 沒有過門檻 可是他評估一下 覺得說 雖然我罷免失敗 可是呢我下次再選 困難 因為地方常常講說 我沒有到新北12選區去 所以他後來就棄選了 那大家講說Frendy這次被罷 雖然他 苟延殘喘的存活下來 5萬4 4萬3 贊成罷免的多於反對 你還有這個面子嗎 那有人這樣講 可是呢 畢竟Frendy他現在目前 看起來在補負還有兩年嘛 2024年 所以還有任期還有兩年 那選舉的話只剩一年多 他跟黃國昌不一樣 是黃國昌他 那個選區很大 他要經營困難 他也沒有藏在那邊 那現在 Frendy看起來不是買房了嗎 他如果說好好的在中正萬華 在這邊經營的話 有兩個問題就在於就是 誰要是Frendy的對手 剛剛 輝文哥他隨性點了兩個人 一個要跑去高雄選 市長 一個不會從政 所以國民黨其實基本上 現在目前出現斷層 前面兩次都是林玉芳選 接下來誰要選 所以 可以找那個以前在演藝圈的那個 侯冠群回來選啊 他也是選中正萬華的 印曉威也不錯 印曉威也不錯 對國民黨有自己的議員 誰說以這個狀況來講的話 國民黨現在目前趴在地上 如果沒有重建起來的話 2024如果是賴清德的話 他的那個狀況我不覺得 因為Frendy已經贏了兩次了 再加上這次罷免 失敗算已經贏三次了 Frendy已經贏三次了 所以這個其實基本上 對他來說你不要以為他在中正萬華 這麼的 這麼的沒有實力 林勝東東哥一開始棄成那樣 把他幹掉 後來也就 對也就不出來了 所以Frendy他有效的降低仇恨值 而且民進黨整個預祝啦 雖然他現在還沒有掛民進黨 可是基本上就是民進黨的戰將 進場守護耶 在蔡神龍旁邊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我不覺得Frendy下次 第一個我不覺得他會棄選 第二個我也不覺得說 因為他被罷免那麼多票 剛剛網友留言嘛 特別回應這個網友 他不是SoFrendy 2024就完蛋了 說不定他還連任 而且機會看起來還不小 好 謝謝韋漢這個支持 韋漢 最後會不會加入國民黨 這也是大家注意的 我是分析 你看 我不是支持林昂佐 我是分析那個局勢 你沒看到朱立倫你就拍桌動怒 大家網友會懷疑 等一下再請你解釋 那我們先問一下 蔡惟惟惟惟 剛剛已經講過了 當然我的版本是沒有通過 我是應該跟大家道歉 就是說 我有推出這個版本 但是 我只是說 簡單 同一票大於不同一票 就算罷免 就 過關了 那 當然這是我 比較好狗命啦 好狗運啦 那我要問你就是說 聽說我這次罷免 我這個林昂佐 那聽說貴黨 存在著好像是 不知為何而戰的矛盾 那請問一下你們這個 檢討完 補選完 罷免完之後有沒有深入檢討 到底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因為 我是很擔心你們 如果你們 2024你們團結起來 我就有壓力 你怎麼會覺得 2024團結起來 這麼奇怪的 當然我是講反話 沒有開玩笑啦 講反話 是刺激你們國民黨 我會覺得 這個人要 莫忘初衷 所以 一開始這個 同一票大於不同一票 就要這個 就要通過罷免這個制度嘛 沒關係你身體力行 對這你的理想你的初衷 你就應該把他貫徹到底嘛 所以今天即便呢我沒有過門檻 沒關係 但你為了 你心中理想 我建議你今天好下午 剛好可以開記者會 說沒關係 雖然選民沒有過門檻 但是我要堅持我過去理想 我要持續這一席立委 我相信你好 這個絕對會為你下一次選舉好 絕對有 絕對有注意 包含今天媒體還點名說 剛剛這個台北市長的人選 好像也有人問問你嘛 就說你要不要選台北市長 你好就說先做好現在的事情 沒關係你一辭職 我跟你講台北市長你就是名單理 不要不要 我這個好不容易沒有被罷免成功 我繼續 幫這個中正萬華區 選民服務 是是是 對啦 的確回到這次選舉裡面 國民黨的確 在這次選舉 其實不是國民黨兩個公民團體嘛 看起來的確有矛盾嘛 的確兩個看起來不太團結 但是即便這麼不團結的狀況之下 還是開出了這個五萬四千多票 離門檻差四千多票 所以國民黨裡面或藍軍裡面 的確有些人說 看起來好像 沒有完全的輸了那麼慘 但我必須跟各位講啦 輸了就是輸了嘛 沒有什麼衰敗猶龍嘛 每次中華隊都差一分之後 輸了十次之後 大家還是每天都要幹謠中華隊 有一個鄉民說 朱立倫應該主動離開 黨主席 蔡文欣講的 他說以往的經驗 連輸三次 就該辭黨主席 過去有連輸三次的經驗嘛 過去好像有些人輸一次就辭黨主席 沒有啦 我覺得在野黨的情況之下 黨主席現在還是有個統合的作用啦 我覺得還有 這個黨主席很像是這個 我們在打電動 國民黨現在很像我們在打電動 剛開始開局的時候 閻康恆當個坦當牛魔王 其實很多但攻擊力很差 但是他把所有的砲火承受住了 在那邊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為什麼 就是要讓這個輸出的刺客能好好打野嘛 就要回頭看之後發現 怎麼紅buff的部分刀鋒寶貝跟呂布 然後兩個在那邊搶紅buff兩個吵得要死 就是清靈散場這個情況 然後大家仰不起來嘛 這時候我們需要中路的一個法師去支援嘛 但中路法師就 由於不定一下子要去上路一下下路 然後都沒支援到位 然後沒辦法提供四張的火力支援 最後最後 我們需要把射手養起來去輸出嘛 射手告訴你說 沒關係 我都不參加有團戰的時候我自己一個人走單線 國民黨現在就面臨這樣的問題嘛 你們這次我想請問 中二選區的補選為什麼你們 國民黨不敢團結起來 中二選區國民黨很團結啊 哪有 都是顏寬恆自己在打 顏寬恆沒有 坦的目的就是要出來承受所有砲火 其實我們看到盧秀恩也有下去了 盧秀恩老實說不是只有選前之夜才去支持 大家都說盧市長沒有下去 盧秀恩在前幾次這個公開的這個建設的活動的時候 完成的活動的時候 也跟顏寬恆站在一起啊 包含他宣佈參選的時候啊 盧秀恩其實很挺顏寬恆 還幫他把那個捷運 改路線 把捷運拉到他家門口 他們其實是很 這個改路線這個其實是公共政策的討論啊 文傑兄我看是要選立委了 捷哥已經切換沒有 捷哥已經切換2022的縣市首長的模式了 盧秀恩那不行要好好查一查 16個檢查班不要離開啊 繼續留在台中啊 現在民進黨等於是透過閻關層這個戰役來 一桃殺三世嘛 順便殺如修煙嘛 其實像那個捷運那個 我覺得民進黨很多時候都會 胡亂的去捶這些事情 包含剛剛文傑哥講說 罰明林昌佐的理由是說他支持人權 支持西藏 沒有耶理由書裡面完全沒有說 因為林昌佐支持人權 我就要罰明林昌佐耶 所以這種 似是而非言論經常會出現在綠營的口中 最後我要講 面對這樣的狀況之後我們現在已經逆風了對不對 那我們要團結 團結是什麼就是歸啊 歸住在你的本陣的時候 是等到敵人 失誤了之後你再趕快去反擊嘛 但歸的時候要有人站出來喊說穩住我們能贏耶 所以這個人真的要站出來而不是 第一天沒有出現 所以你是在等韓國瑜嗎 沒有我這個人大家可以各自各自去想說我講的人是誰 因為我這樣看 因為我不是你們國民黨但是我雖然被 這個罷免案中間但是我還是看 看政治的態勢 你們是不是在等一個人 等一個人 我們等很多人 我們需要很多人 因為你們等朱立倫等不到 朱立倫在啊在啊在啊 他也沒出來講話 隔天出現隔天出現 隔天出現 我看你心裡應該是等韓國瑜 沒有都等 都等 眾志成成 好 那我要問一下輝瑋 是 現在有那個 有人在講說這個朱立倫當天選完都看不到人 那朱立倫選完就請這個文傳會的 這個主席林濤強調說過去三個月又四天他們承擔也承接了罷免案公投案補選案 那些過去的政治框架和責任任務他們全力以赴每一場浮選他們都沒有缺席 但是這些任務到今天為止 那意思是說前任留下來的鍋他們不扛 那就引發外界一片的討論嘛 那你認為經過三次這個選舉的這個挫敗2022國民黨的選群 還有救嗎 還樂觀嗎 那你常常說國民黨應該要開檢討大會 為什麼他們都不開 對這個要找戰犯 國民黨已經是猶豫了 不過我們今天的戰犯我們先 追究這個林昌佐 誰叫郭哥要扮演林昌佐來 所以大家 不要在那邊隨便講說林昌佐是人權立委 這個是 下個月要開幕的北京冬季奧運 自由時報說有血棉花 就是新疆的那個血棉花 然後國際奧會裝傻 我跟你講不是只有國際奧會裝傻 連蔡總統跟Freddy都裝傻 剛剛一直講說有什麼林昌佐生源西藏 請問他做了什麼 做了什麼不是講了什麼 講我也很會講我每天都在講啊 你做了什麼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你每天不是就是生源什麼 熱比亞跟達賴喇嘛 那現在蔡總統執政五年啊 馬總統就下台五年啊 那你當立委當了兩任啊 那你西藏跟新疆你做了什麼 西藏要人權 對啊 我也會講啊你做了什麼 我就 爭取人權 爭取了什麼 你不是挺香港你挺了香港什麼 香港 西藏新疆 Freddy你做了什麼你什麼都沒做啊 因為現在疫情 你不是在消費嘛 沒辦法出國 你做的跟 馬英九那時候不是一樣嗎 好所以我們要戳破林昌佐的謊言 沒有 我跟你講你剛剛點名那幾個什麼 侯冠群喔 還有什麼印曉威 你不要每次都挑那種我推薦一個 推薦一個 可以把你拉下來 叫做徐巧欣 徐巧欣他在文山區好好的他幹嘛要來 他在松山那一區是塞車 那一區很多 戰將所以他塞車 那中正萬華目前國民黨的市議員我就不點名了 因為就那個嘛 所以徐巧欣就調去 中正萬華跟你選立委 你就GG了啦 你去跟他拚 可是國民黨現在 現在黨務高層他們 好啦就算你們有徐巧欣啦 羅志強可以選啦 台北有12個選區啦 你們調派兩個其他的呢 台北有8個立委 那沒關係其他像什麼 吳思瑤啦 何志偉啦高家瑜我們另外再派人去 李彥秀可以再跟高家瑜選啊 對不對只要林秉書交保出來你以為高家瑜一定會上嗎 高家瑜是什麼弊案什麼步伐去用定調的 林秉書都還沒講 我講一下這個陳其邁 謝謝攝影大哥 陳中成46條人命 陳其邁說我承擔啊 陳其邁的 承擔 這個六連敗四個公投的朱立倫說我一肩扛起 朱立倫說扛起 所以觀眾朋友這個已經變成一個笑話了 承擔跟扛起就是這樣子 請問陳其邁 10月14 陳中成的46條人命到現在快三個月了 他承擔了什麼 陳其邁什麼都沒承擔 他就讓兩個局長下台就結束了 朱立倫說扛起 朱立倫扛起什麼 什麼都沒扛起 所以這兩個都是笑話 好那大家都要當好人都不想找戰犯沒關係 我的想法朱立倫就下來就好了 因為朱立倫他帶不起來 你讓朱立倫去佈局2022 2022你就會跟黃偉翰預測的一樣 2022再輸一次 觀眾朋友我必須承認 我的朋友黃偉翰他是先知先覺 我是後知後覺 大家趕快跟上黃偉翰的腳步 你不要不知不覺 那就不行嘛 你還要朱立倫再輸一次嗎 陳柏惟被罷免成功 他出來開記者會啊 幹你什麼事啊 那這個中二跟萬華輸的 他說這個既有的框架什麼的 然後就推給一個文傳會主委就交代了 這種人怎麼可能當黨主席呢 對不對那國民黨你要靠朱立倫領導 誰扶他 我跟你講大概只有傅昆琦他們那些人扶他而已 鍾小平啊傅昆琦 他們受惠於朱立倫的會扶他 其他人都不扶朱立倫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國民黨要這樣子相怨下去 沒有人要出來承擔的話 那就是 2022再輸一次 這個我一點都不會意外 你看啦兩次都是空降 陳柏惟是空降 他是高雄連市議員都選不上的人 他空降結果顏寬恆輸了 林靜宜他根本不是那一區的人他還是空降啊 多久時間 兩個多月就林靜宜贏了 民進黨拍個西瓜到顏寬恆的選區都會贏 顏寬恆不用檢討嗎 沒有人敢檢討顏寬恆 大家看到顏寬恆說 他其實不是輸給林靜宜 他是輸給蔡英文總統 是嘛 所以民進黨派西瓜 丟一顆西瓜去都會贏啊 這就是民進黨現在優勢底下 我們要想辦法去面對啦 不要說都不檢討 剛剛Freddy你看 國民黨從來不檢討了 2016輸的不檢討 2020輸的也不檢討 韓國瑜被罷免也不檢討 四大公投輸的也不檢討 大家都要當好人 那很像變成我跟黃偉漢我們兩個都不是國民黨的 我們在檢討國民黨 你們好像國民黨的政主席跟副主席 我們都不是國民黨的 輝瑋 那我想請問 那個 侯友宜有可能來當黨主席嗎 你說侯友宜當黨主席 現在的話是不可能 不可能 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叫侯市長他要 他要拼年底的連任嘛 你叫這些黨主席他一定不會接 有一個 無言留言說 輝瑋你選中正萬華 那我就怕了 我真的就怕了 我給你推薦徐巧新 徐巧新是非常有戰鬥力的 所以國民黨年輕 像維元兄這種 你們要看看人家徐巧新怎麼問政的 但是徐巧新如果他 要留在那一區要選立委 我跟你講至少要在10年 排隊要在排10年 所以我也鼓勵徐巧新要勇敢 你就直接說中正萬華我來 好來比民調比戰力來 直接把Freddy拉下來 林昌佐做的沒有很好 不能票不會開成這樣子 Freddy如果你今天的票 是跟黃捷一樣 是不同意大於同意1萬票 我不會跟你搶什麼 是同意罷免你的多1萬票啊 差4000幾票而已 對吧所以你沒有那麼穩啦 是國民黨要派 真正適合的戰將去 你下次就完蛋了啦 好不好 好 輝瑋兄的意見我絕對放在心裡面 因為 我覺得 就像剛剛說的 徐巧新或者是 羅智正 羅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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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兩個 台北選區很多 我不曉得他們要放在哪裡 應該不會放到中正萬華 他們要去打重要的選區 放在我這邊我也是全力一搏 那輝瑋 我再問你 因為你是 你是很支持韓國瑜 韓國瑜有沒有可能出來 這個要看這個 民調的狀況啦 因為我那天在鄉民台沖康 我也是當面的勸勁趙先生 因為 台北需要一個領頭養 那黃偉翰說99%國民黨是 蔣萬安出來選 我就非常的擔心 因為蔣萬安雖然強 但是他不夠強 如果是國民黨派蔣萬安出來的話 就會有人開始運作說 那個應該跟黃珊珊合作啦 跟柯文哲結盟什麼 我不想看到這種局面 我認為韓國瑜選台北市 或者 趙紹康選台北市 他們不必靠黃珊珊 他們自己就能夠過半了 我對韓市長還有趙先生 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派強的人出來啦 這個蔣萬安雖然好 但是我覺得 趙紹康跟韓國瑜比他更好 好 這是輝文兄他自己的意見 那當然這個國民黨應該蔣萬安是 100%會出戰這個台北市 所以我們 跟民進黨策略聯盟要好好來對付這個蔣萬安 好 那這個偉案 還是要問到你 因為你選完那天 他沒有看到朱立倫主席出來講任何一句話 神隱 所以你拍桌動怒 這惹來很多同志的不滿 國民黨同志不滿 因為很多的藍營支持者 要求就喊說 朱下韓上 朱立倫下韓國瑜上 趙紹康卻說喊出希望朱立倫擴大決策圈能夠繼續留任黨主席 然後面對 內部的清算 聲浪 朱立倫是不是提前跛腳 成了有名無實的這個黨主席 那2022呢這個 提名會不會成為國民黨未來的燙手山魚 黨中央的決定是不是根本出不了巴德陸的 總部 你覺得 其實我們今天我們的 節目名稱叫鄉民大會 為什麼 因為面對鄉民很重要 現在大家在網路上面活動 然後也互動 大家知道朱立倫從1月9號的選舉到現在已經三天 臉書完全沒有更新 一篇文都發不出來 一個讚都按不下去 已經輸到呆掉了 這個基本上就是 你到底在幹什麼 那 我是在 禮拜天晚上1月9號的鄉民來衝康 也是我們雅虎的鄉民來衝康的現場的時候 突然生氣 那突然生氣因為 不是故意演或幹嘛 是說 那時候看到那個簡訊通知 那時候已經快6點了 說等一下6點15 由林陶開記者會 看完之後真的要壓起來 你到底在講什麼東西啊 你今天 我花錢跑到公牛隊的主場 要看球賽 結果你告訴我 麥克羅卓人今天不會來 What the bingo啊 我是來看麥克羅卓人的 你黨主席怎麼會不在呢 我跟大家講講清楚 不然就不要開記者會 交由這個顏寬那邊講說 主席已經跟顏寬通電話了 那這樣子的躲法也是可以 那至少你躲 躲還不會讓大家那麼氣 你找 你找 林陶出來講的講法 其實我懂 我就跟大家解讀 好就罵到今天就好了 因為其實這兩天我也比較沒有在罵他了 但是我們要提出 有什麼地方可以需要改進的 其實那天林陶 之所以會出來 而他之所以會講這些內容 簡單的理解就是 以我跑國民黨的理解就是 這個事情跟我無關啊 這只是因為有記者要問問題 那發言人就是回應他們一下 然後那個罷免 罷免不知道啊 公民團體啊 台中 台中這個 我們這個深入不深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呢 台中為什麼會補選 是因為陳柏惟被罷免 陳柏惟為什麼被罷免 跟我朱立倫無關 等等 台中陳柏惟被罷免根本也跟江啟臣無關啊 你怎麼推到前任去呢 陳柏惟被罷免是阿門啊 大家知道嗎 有個理解阿門 你會記得嗎 他不是陳惟惟 但他有個文 那個阿文他提的罷免案啊 根本也不是國民黨提的嘛 好那問題來了 那個罷免案是一回事 10月23剛揮歌已經講了 那既然跟你無關 連你提了 言寬恒選立文 你都覺得你不需要開記者會 那請問朱立倫主席 你10月23晚上8點 幹嘛開記者會 陳柏惟被罷免跟國民黨有什麼關 提也不是你提的 罷也不是你罷的 那你開記者會幹嘛 那種狀況跟你無關 你都開記者會了 你有一個言寬恒在台中選舉 你還 不開記者會 沒有出來 叫林桃跑出來講說 過去的政治框架 我簡單講 現在委員在舉 Cue你我等一下聽你怎麼說 失敗中的失敗啦 比這個雜誌沒有做處理還要那個 但這件事情已經過了 那 那個朱立倫主席 他昨天也在台南出現 那我跟大家講 台南出現算是 要設停損點 但是我告訴你 我所看到的是第2個失敗 你明明知道大年初二要回娘家 你也不買車票 你被你老婆罰 罰歸算罰歸到死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大年初二你就是要帶老婆回娘家啊 對不對不然我問一下傑哥 傑哥你大年初二有帶廚姻回娘家嗎 來Double Cue他一下 有吧 應該有 如果你沒有準備你會被罵死 好 你1月9號要選舉 顏寬恒可能贏吧 你要不要去那邊慰問他或慶祝他一下 顏寬恒可能輸吧 輸的時候你要不要跟輸的人站在一起 教練跟敗戰球員在一起 你看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後半場那個籃球那個電影 教練也是告訴年輕的球員啊 不要哭 輸了就是輸了下次再贏回來 你是隊長嘛 你跑去台南幹嘛 黑人問他看不懂啊 你應該排台中 然後呢昨天你看到顏寬恒上車 跑去跟大家揮手有沒有 就跟大家卸票我再講一次 我現在不是在教這個朱立倫怎麼做 他可以有他的選擇 可是你今天當一個黨主席 連續輸了這麼多次 當顏寬恒他面對了8萬多個投票給他的 台中二選區的鄉親 顏寬恒沒有放棄這些鄉親 你不要只想著輸 你想看你國民黨還有8萬多個人投給你國民黨跟顏寬恒 所以顏寬恒上車去那邊揮手 我已經講好幾次了 我最後一次講 顏寬恒旁邊這是前主席江啟臣 他跟顏寬恒說什麼 你沒有當立委沒關係 服務一起做立委一起當 以後顏寬恒的選民服務繼續做做到2024 這個旁邊這個是務封的主任委員 這個大哥 我可以跟大家講 如果朱立倫來他一定很願意把位子讓給朱立倫 你就騎上去給他寫個洩票就對了嘛 蘇貞昌蘇二十九萬輸到他有暈倒嗎 他還去那邊掃街有沒有 騎捕車連續四天 掃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時候 多少人在後面騎著優拜在追 幹嘛叫啊院長幹嘛靠啊 所以呢後來他才當行政院長 戰敗了沒有關係 能量可以聚集 那今天朱立倫的做法 我跟朱立倫哪有什麼私怨 我跟他其實私下非常好 我跟他我這邊可以公開講 我跟他比張維媛更熟 好不好看我也要不要否認這句話啦 認識這麼久了也是老朋友 但你做錯了嘛 朱主席你做錯了啊 今天這個狀況你讓整個黨的士氣就錯了 然後林陶跟大頭 還有黃建廷 你們三個也錯了 當朱立倫決定要說 這場計程會我不開的時候 你應該要直接站出來告訴他說 這場計程會你一定要開 如果你不站上去你會受傷 我們黨會受傷 所以不是說主席交代林陶去開 林陶就去開 那大頭在幹嘛 黃建廷在幹嘛 秘書長跟旁邊的副秘書長都是 打架底撒 莫名其妙嘛 所以他的國民黨是 除了失敗以外還要受這麼重傷 很多人講說 第一個黃文漢你不是國民黨員 不要批評國民黨 OK那我尊重你的意見 但我評論證是什麼黨我都會講 第二個 我講這些事情 你怎麼都不罵民進黨 國民黨現在已經趴在地上了 如果還沒有人要把那一個 如何從趴在地上站起來的方法再提出來的話 那這個國家只會變成是一黨獨大 Freddy繼續bub掉 然後捷歌以後就是 租個臥龍中的臥龍 真農對不對 那這個我是覺得這不好 尤其君院長講過一件事情 政黨政治就是要有適度的輪替 如果現在看不到誰能輪替民進黨 對國家來講不是好事 這一點我是要先提出來跟大家說 我插一下 因為 韋漢為什麼那麼生氣 我搞不懂 因為 中正萬華這一區本來就是 這一席本來就是林昌佐 是 國民黨只是沒有 沒有把他扳倒而已 中二選區這一席本來是陳柏惟的 現在被民進黨拿回來 國民黨也沒有輸啊 到底你們在 想要幹嘛 你們想要幹嘛 傑克 就是說你們是選舉選輸了 然後現在 想要企圖用這些不正當的方式 把他拗回來 那你只是沒有拗成功 偷機不著而已嘛 那你們其實國民黨並沒有輸啊 所以國民黨也沒有什麼失敗啊 沒有輸 我覺得有輸啊 傑克 我還以為你很懂我 等一下我再請你喝咖啡來聊一下 我不是國民黨黨員 國民黨敗了我也不會有什麼感覺 但是 國家沒有一個可以 製衡執政黨的在野黨 這個東西我比較擔心 所以 我 之前在我們下面都就講了 我是評估 Freddy的罷免是不會過的啊 我是公開這樣講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並不是覺得 你怎麼搞到沒過所以罵你 然後台中我也是覺得 我看起來不是很妙你問 我都知道我通台每個禮拜三長 我的講法就這樣 他覺得說你怎麼這麼悲觀 他覺得說我在唱衰 但後來發現說我是對的 那這種狀況之下 我沒有怪朱立倫 台中輔選失敗 或是台中不夠用力都沒有 我是怪他的態度 不是輸台北輸台中 是輸了態度 你那場記者會 一定要出來開 不然你就不要開也可以 但是你如果要開 一定要本人出來開 就這麼簡單 因為我看到他不出來開 在記者會這個動作我才生氣 所以我跟傑哥講 不是因為 國民黨沒有選贏台中 或者是沒有半島的 那個東西 基本上我是個評論員 我不會有什麼情緒的 但是一個在來黨黨主席 他居然閃成這樣 那我再講更白一點 為什麼會知道他在閃 他想的就是2024嘛 所有跟失敗有關的東西 不要沾到我嘛 那場有什麼東西 我不要去 那個代言 我是形象很好的 那個人恰龍恰紅 我不要跟他站在一起 這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是不對的 那朱六倫現在可以怎麼講 浴火重生 痛定思痛 反正都已經被罵成這樣了 不是我在罵 黨內裡面還有不分區立委罵他鬧 好那重點來了 你可以做什麼 你可以把自己當成是 一個國民黨的湯口嘛 你要知道說當時蔡英文2008年的時候 他輸了 那時候相警輸了200多萬票 也是蔡英文這樣扛起來以後 然後呢 就輸2010 因為蘇生昌把恩公直接 騙神明直接說要選台北 所以蔡英文變選新北 輸2012跟59還是輸 輸兩次輸慘慘然後有怎麼樣嗎 有倒下嗎沒有倒 政治人物 選輸不怕 選輸之後的姿態非常重要 言寬寒的謝票 感謝了8萬多人投給他 蘇生昌的謝票都很重要 那現在 朱立倫他當一個黨主席他能做什麼 他可以重拾國民黨的士氣 譬如說 過去都沒有人做過的 不分區立委可以檢討啊 兩年要到啦 2020年2月1號到現在2022年了 今年2月1號兩年一到 這種是其中的換血 你可不可以換個兩個 男的或女的立委 讓後面的補上來 像謝龍介補進立法院 國民黨就會煥然一新 大家就覺得說 我們就忘記過去的失敗了嘛 有戰力的人進來了嘛 那前面的人可能有的 可能要去美國的 或者有人要是地方選縣市長的 你就用這種方式 讓國民黨再次refresh起來 臨時會你要展現你的戰力 不要國民黨立委摳不到 林鎮打半天不來 然後地方首長 這點我很強調 因為侯友宜事件大家有說我幫侯友宜講話不是 那個不是國民黨的核四案 你就不能要求他去支持 但國民黨要是全黨全都會通過了一個案子 從常會通過了以後 哪一個縣市長不配合黨中央政策的 就不提名他2022嘛就這麼簡單嘛 這樣你就像是一個黨主席 然後你要讓國民黨贏 你不要想著自己贏 你是赤木剛線 你被和田牙屎擊敗躺在那邊 但是湘北可以打敗商人工業 國民黨可以贏這個2022的局 但朱立倫不一定會有2024 你把自己抽離那個位置 你才有可能有那個位置 這是現在目前朱立倫要去好好想的問題 換主席不可能 因為國民黨並沒有換掉主席的機制 除非主席自己請辭 所以朱立倫他一定會是國民黨黨主席 到2022到2024 那這個人 至關重要 他就應該去做這個位置該做的事情 就是把一個在野黨 搞得有聲有色 讓執政黨有所忌憚 國家才會更好 好太好了 這個完全 韋漢是有感而發 因為希望這個政黨政治能夠有兩黨來制衡 這也是他評論員應該做的工作 但是我剛剛這樣講 聽到韋漢這樣講 我就用我的政治生命來跟朱立倫讀一下 你如果辭掉黨主席 我就辭掉立委 真的啊 就這樣 我們希望激起國民黨的這個鬥志 希望這個台灣人能夠更好 這樣好不好 大家來拚嘛 那委員你想要補充嗎 所以你覺得你跟朱主席誰會比較先辭掉 或任期限到 我不曉得 就 我就激勵國民黨士氣 感謝感謝 我必須說 剛剛文漢哥有講 謝票真的很重要 我舉個例子 2016年的時候 兩個連了很久的立委 國民黨一個人丁手中另外一個姓李 丁手中他意外的輸了立委選舉 老實講他 他心情不好 但還是站出來跟選民謝票 還稱讚對手無自擁 然後另外理性議員沒謝票 兩個後來政壇的這個 起伏就不太一樣 所以老實說 主席應該面對這個所謂的 中後的選區選民 以及 霸場的選民 那回到這個 朱立倫來說 老實講我覺得其實今天朱立倫 我那天還開玩笑 說朱立倫今天不出來開記者會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吸引了所有炮火 原本如果開記者會的話 大家還會早戰犯 說可能主席不選不當 可能誰誰誰沒有特別幫助 可能盧秀燕 可能誰誰誰之類的 但當朱立倫當天一身影之後 所有的炮火都集中到朱立倫身上了 好我必須說回到整個 我這兩天在敗票 說所有的藍軍的選民 心情都很差 他們都覺得說怎麼會搞成這樣 這一次 罷免臨場所失敗已經週末選 不選選輸之後 原本當然是失敗沒有錯 但對於2022原本的影響 有些影響 但沒那麼大 但問題是朱主席那一天晚上沒有出來之後 導致很多藍軍選民真的炸鍋 他們就覺得說 我真的很討厭民進黨 但國民黨一直起不來怎麼辦 我知道去支持民眾 這我們基層有很深的一個隱憂 但回到現在呢我們是在意黨 朱立倫是我們的黨主席 很多人說朱主席你要下來吧 我個人是認為不需要下來 為什麼 因為老實在我覺得下台是最不負責任的一個做法 他今天不是執政官員 他也沒有做什麼事情 他真的是在意黨 他就要去好好的把他統和起來 把我們所有的 不管你說各個不同的大頭 戰鬥來 知識來 各種來 把他統和起來嘛 今天 你是黨主席 但你不一定要站在美光燈焦點前面 你不一定是要站出來 變成最大的那個人 好你要去統和我們黨那很多 大家都可能期待郭台銘 可能期待韓國瑜 可能期待趙少康 可能期待羅斯坦等等很多人 那這個時候黨主席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以整個國民黨最大的利益為最大化 國民黨今天是一體的 我們是要充滿執政的 所以今天只要無私的去處理這些事情我相信啊 今天大家對於朱立倫對主席的這個評價 一定還是會回來的 好這個 他也講了 下台是不負責任的 做法 所以我也不會 請辭下台 不是 他是 我們主席你有公職耶 你是沒有做好 我沒有做好但是沒有罷免掉我 我就剛剛講了嘛 我會虛心檢討我會 好好的幫這個中正萬華區做選民服務 大家看我這兩年的表現嘛 不然兩年之後我們再來選 就這樣 大家公平 那當然這邊有歌手楊培安 有斗內 他說如果朱立倫會改變我楊培安從此不發專輯 你看看 歌手 這是歌手 他用他的實名字 他實名字在這邊 在這邊講 從此不發專輯 他說如果朱立倫會改變 所以我喊話一下 文傑哥說 他說文傑哥我再提醒你一次 是誰先開罷免之風的 不就是貴黨嗎 他的 全文是這樣 他在講韓國瑜嘛 那韓國瑜我再強調一次 他的罷免票數多於他當初的黨選票數 所以蠻正當的 很正當 如果說沒有 那就是惡意去告罷的 好像是這樣 那也謝謝 裴安 裴安兄這個 這個 斗內 那我們這時候呢 停停鄉民 講些什麼 克萊幫我們 念一下斗內 沒有問題今天鄉民斗內的非常熱烈 來首先感謝 Summering的斗內 他說 平民老百姓也投籃也投綠 但希望至少 兩黨可以相互制衡 但是藍營真的潰不成軍 去看看3Q上台 慷慨激昂的演講 再反觀藍營 論述能力跟演講 激勵人心的能力 都有問題 朱主席請放下內心的算盤 真心為藍營奉獻 然後藍營的大佬呢 也退居幕後閉嘴 讓年輕人發揮拜託拜託 這個我想講一下 因為我 我從 那個我朋友郭子潛那邊 知道一些星座的理論 朱立倫跟韓國瑜同樣是雙子座 為什麼韓國瑜這麼會論述 那你朱立倫應該不會差 為什麼不站出來 就是我 建議貴黨 就像剛剛韋翰說的 你必須放掉自我 好好的重整國民黨 這樣你們才有機會 你朋友郭子潛是不是也是雙子座 不是他雙魚座 差一個字 子跟魚不一樣 一個魚是在水裡 一個子是在陸地上 好 來繼續 然後謝謝大智大仁的斗內 他說 就說了 國民黨已經該重建了啦 兩岸論述也躲 公投也躲 罷免也躲 朱大昨天說得很好 現在根本沒有什麼中立選民 中立選民要投也是投 第一淺綠 第二民眾黨 哪裡輪得到你們國民黨啊 趕快重建大佬退居二線 讓年輕人出來 真立好兩岸的論述 和縱連橫 考慮跟民眾黨合作 先學會當個在野黨 或許還有救 然後呢 謝謝我們歌手楊裴安裴安哥的斗內 他說 文傑哥不要賭贏 還說贏話 是誰先看韓不爽發起罷免的 非敵也不要太囂張 區域的立委 關心在地 重要 還是抗中重要 你媽媽在大陸賺多少錢 大港開場 你跟你相關的公司撈了多少錢 從李登輝以前看到獨派就猛貼 我搞團的 會看不懂你在幹什麼嗎 知道你太多事了啦 趕快退價換我郭哥 這個 我搞團我至少有演出嘛 對不對 我如果說 我去標案 那我沒有演出 那我覺得我是A錢 這樣合理吧 那你 那你當然有些團員說 啊你為什麼能夠標到案 那我就問啦 那當初 在100年建國的時候 為什麼 那個標案是賴生川標到的 我就這樣講嘛 兩億 那結果上面在騎機車跑來跑去而已 對不對 我們這都看在眼裡 誰執政誰有利嘛 誰有關係就拉關係嘛 對不對 建國100年大家看得懂那個 國慶大會那個 夢想家啦 夢想家嘛 文傑兄也在這裡嘛 對不對 那有多少藝文團體在後面 在罵他 那同樣的嘛 我要說的就是說 你有關係嗎 那我當然 我是 好 你就說我是民進黨的側翼 那就側翼吧 因為我現在不是時代力量 但是我要說的就是說 你有關係嗎 你沒關係啊 那我有關係 我拉到 但是我有演出啊 就這樣簡單 藝文就是這樣 回問 瑞迪你講這個我是聽不下去 為什麼聽不下去 是朋友啦 大港你贏 都是你在包 對啊 有這種事情嗎 你一手拿高雄市政府的補助 一手去賣票 那我可以 高雄市政府也補助我嗎 你是拿到特權嘛 你好意思說 引力 他去標高雄市政府的標案 標19次中19次 我嘴巴是被衝刑 我也去標標案 我也可以學周一寇去開公司啊 偉翰也有開公司 我們去投標案就好了 會有人把標案給我們嗎 國發會主委你會丟案子給我嗎 我也會英文啊 阿滴英文 接一個案子100萬啊 對不對 所以我就不要談引力跟Freddy的事情 但是我還是要回應 梁文傑講的 我要特別跟韓國瑜市長喊話 梁文傑一再的考試說 罷免你是正當的 因為罷免你的票比你當初得的票多 這個94萬跟89萬這個是 數字這個我沒有辦法反駁 但是我要對韓市長喊話的是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被罷免 我們這些支持你的人 我們也跟著被罷免了 你知道嗎 韓市長你知道這個嚴重性 不是你一個人下台啊 這個5萬票的羞辱 也扣在我們頭上啊 你要幫我們把它拿掉啊 而不是去做公益啦 不是去寫書啦 做公益你做得過慈濟嗎 你寫書幹什麼呢 對不對 你要重新回到政壇 把這個 高雄市長被罷免的這個恥辱 把它洗刷掉 這樣子你的這個整個從政 才會圓滿啊 不是說我要輸啊 我就遵守啊 我覺得那個不對 韓市長你要硬起來 你要重新站起來 我再次的鼓勵你啦 好不好 謝謝郭哥謝謝 好這個 反正今天討論的好像就在等一個人 好像是在等韓國瑜 不是等羅志強 也不是等 很許巧氣 我不怕你來這個我們選區選啊 好那這個 克萊爾繼續 沒問題 然後謝謝YMIGL的斗內 他說期盼韓市長可以重返政壇血齒 輝文哥加油 克萊爾美美能安慰聯書的沮喪心情 然後呢 謝謝PTT的斗內 他說 我是朱主席 你看不見我 因為我正在閃躲的路上 有事不要找我 然後謝謝蔡敏傑的斗內 他說國家隊的強大果然是無法擋的 支持輝漢兄弟 克萊爾女生才是無法擋 然後呢 謝謝佩玉 佩玉的斗內 他說輝漢兄弟鐵粉報導 有輝漢兄弟即使上班 也要摸魚斗內 維漢哥的 維漢哥當天的怒氣完全能夠體會 我沒有任何政黨 只希望有能力的在野黨 可以制衡阿拔的綠營 但是沒有擔當的主席 要如何帶領國民黨拼呢 那些老人操縱黨務 能有機會進步 勇敢直言的維漢哥加油 謝謝 然後謝謝河大的斗內 他說每週都有鎖定鄉民大會 很好看輝文君報導 謝謝 然後謝謝議員的斗內 他說法律是可以改來改去的嗎 輝漢兄弟繼續評論 加油 克萊爾最美麗 然後謝謝易雅金的斗內 他說支持陳輝文 然後感謝 還好老牛我勾撞的斗內 他說支持暴走偉漢哥 老漢 他寫老漢 對 他是那個打傳說對決的 還好老牛我勾撞 他的名字很好記 那是羅網王的台呼 但是不要再把他放在台北市的民調了 有問過黨主席的同意嗎 而且呢他連護長都不一定選得上 他真的很了解你 他真的很了解你 傳說的朋友都很了解 我們都會蹲草偷偷 偷中路的 好不好 好 然後謝謝 Elmery的斗內 他說朱立倫不如 身先士卒 到超級艱難的 台南市選市長去 其實這個鄉民 就是說 上次 為什麼立委選舉的時候 那個洪秀柱 願意 率先到台南市去選立委 雖輸 但是雖敗 國民黨希望看到這樣的士氣 是這樣嗎 惠惠 對沒錯 這個 你解讀得非常正確 這些監混選區 朱立倫第一站到台南 但是台南沒有人 高雄也沒有人 好不好 所以台南跟高雄 之前 趙少康點名 朱立倫去選桃源 朱立倫就閃了 對不對 那羅志強如果真的去選高雄 我一定要幫羅志強加油 因為羅志強很多年前 他在高雄選市議員 他連市議員都選不上 但是呢 觀眾朋友 2018 就是四年前 2018羅志強在台北市選市議員 他是全台北市最高票 他連高家瑜都把他擊敗了 本來最高票是高家瑜 高家瑜都屬他 所以你看十幾年前在高雄輸了 可是他能夠變成台北市最高票 所以羅志強 我覺得 國民黨都是沒有人啦 所以Freddy你不要囂張啦 太正確人到中正辦法你就倒了啦 所以輝文你應該了解我的苦衷嘛 為什麼 高雄大港要開場 希望去高雄選 我總是要幫自己找退路啊 對不對 人都是為自己的 但是我 我在唱歌 演唱的部分絕對是專業 那至於我能不能拿到什麼標案 我有演出嘛 我跟大家講 Freddy有演出的樂團很多 只有你拿到標案 就是啊 這樣公平嗎 你看那些留言的 楊培安拿到什麼標案 楊培安瘋得要死啊 你也好了 所以說不公平 不公平啦 楊培安你也出來選啦 跟Freddy拚啦 你們都哭開演唱會拚 政治啊還有這個所有的各個層面其實都是很黑暗的 我在這邊就講白話 那像以前 謝長廷擔任這個高雄市長的時候 他的標是30萬以內啊 所有的標全部大家都得到啊 對不對 他的標就不會超過30萬啊 所以大家都得標 你看我都講 行內話 對不對 那你能不能得標他就造福所有的 建築業啦或者是各個層面嘛 那你說政治要怎麼去操作 其實很簡單 你譬如說 我就這樣講 你如果做一個工程 你想賺多少錢 你拿掉你該賺的錢 但是你的工程不要偷工減料嘛 你不要罔顧人民嘛 不要到了天災來的時候 造成人家的這個 這個損傷 這樣就夠了 我們政治人物能夠負得起這樣的良心 我覺得就夠了 但是你不能說 拿了錢 還做豆腐渣的工程 這個我就看不下去 繼續說 沒錯 是 我投鍋子錢 柯萊 謝謝 好 然後感謝runner的donate 他說柯萊我愛你 謝謝你的支持 這樣 公開施愛了 不用來跟韋漢登記一下 歡迎入黨 看起來是柯人哥比較在意 對啊 柯人哥怒了 拍桌 要領號碼 柯萊的施愛領號碼 我怕施愛的人多了 搞不好 黨主席就躲起來了 黨主席 黨主席是我嗎 對 你會不會躲起來 不會我覺得 我們的黨主席就沒有生意 每個禮拜三都可以 每個禮拜二都可以看到 沒錯 然後感謝 撞的donate 謝謝大家 好謝謝這些donate的朋友 很多人都這個 這個幫我們鄉民大會加油打氣 那偉漢那邊 還有個外星人 徐原子說 蔣岸溫選台北市 如果要軟爛 難出來選 還不如偉漢出來 不要再點我了 來來來 攝影大哥我們那個 雅虎劉德華 趕快來幫我拍一下 來剛剛那個 惠恩哥點到羅志強有沒有 羅志強選高雄市市長 這不是假議題 看起來他有可能會去 那我們下面大會提前 這不叫爆料跟大家分析 為什麼 因為他又 我又會的老地方 好不好 高雄我以前叫羅志強我們私下 我每次都叫他羅三千 而且以前A計畫裡面 成龍打那個叫羅三炮 對不對 來給大家看一下 1998年的時候 羅志強就在高雄縣 市議員 一個迷惘在網咖的男人 然後呢他當時就是學現在王浩宇 在路口那邊 只要等一 紅燈一挺以後然後就去 宣講用肥皂箱拿的 這是1998年的羅志強 那旁邊這三張只認識的一個女生 然後可不可以來幫我拉小提琴 因為他想說 光是我講話沒有人聽啦 要有人拉小提琴就有人湊過來了 那這一位呢 後來就變成羅志強的夫人 太太了 所以這是 1998年羅志強在高雄 羅三千的故事 那時隔了這樣子加起來算算已經 24年過去了 24年 對啊已經20幾年了 對啊 所以他要再回到老地方 再去選 如果說他回去高雄的話 剛剛慧恩哥講了 一定給他加油 對不對 再讓大家看一下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剛剛我們黨主席在 講網友留言的時候 我注意看到一下 導播我們先戴一下 Freddy哥跟那個 那個 那個克萊爾的兩個雙框好不好 奇怪就同樣一個口罩 為什麼克萊爾口罩這麼寬大 原來是因為臉太小啊 OK謝謝就這樣補充一下 這個秘書長當得很好 會幫黨主席擋見 臉太小啦 對啊這克萊爾的臉本來就小 我Freddy 因為你還化成這樣 同一個口罩我們戴就這樣子 他戴就這樣 啊 對不對 克萊爾的臉罩可以遮三分之二 我的臉罩只能遮五分之一 就是人不公平的地方 但人不公平要努力嘛 好謝謝大家這個今天啊在我們鄉民大會上面討論 那我還是重申我會繼續為中正萬華區的選民做最好的選民服務 兩年之後我們再來檢視 我就只能說這樣 那現在呢我們這個鄉民大會呢已經上YouTube頻道了 更多更精彩的內容都在頻道上面更新 請所有的朋友上去這個YouTube頻道呢 按下訂閱鍵還有小鈴鐺給我們支持 同時禮拜二的 中午12點 一定要準時收看我們雅虎的鄉民大會 大家來集會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文綺 謝謝 謝謝文綺 鄉民大會 武力全開 武夠厲害 武人夢 大家好 我是唐鳳正偉 記得每個禮拜的中午12點準時收看 雅虎TV的鄉民大會 大家來集會